为在平溪老街上的一家茶馆 六扇门设计让人耳目一新 走进店里可以看到老板正在泡茶 散发出浓浓的茶香 而老板严家俊三年前因为健康出了状况 所以回到了平溪 别人在平溪都是抢着卖天灯 但是他却是选择卖茶 也分享平溪的故事 来到平溪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灯 但是却很少人知道 平溪也生产茶叶 虽然种茶面积越来越少 但是品质都一直维持在水准之上 也因此让爱喝茶的严家俊 回到平溪后 开茶馆卖起茶叶来 但他也发现 现在只剩下两三家茶农在种茶 很多游客一进来说 哎呦 平溪有茶 我说有啊 其实平溪的地理条件跟平溪一样啊 平溪有茶大家都知道 只是平溪在发展茶叶的道路上分心了 他为什么分析 他发现了煤矿 就一堆人跑去挖煤矿 其实还没挖煤矿之前 平溪是什么 大青啦 鼠狼啦 然后发现了化学染之后 鼠狼大青没有了 就种茶 进寒几 然后到最后发现了煤矿 种茶不好赚啊 因为种茶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啊 龙作物 他挖煤矿 那时候收入很好 所以说 北龙就 算了 我就去挖煤矿就好 有很多人就跑去挖煤矿 平溪的茶叶就这样 渐渐的就落寞了 就变得比较没有人知道 然后后来 天灯嘛 更没有人要去做茶叶 所以现在平溪真正有在种茶的 有地 有种茶的 茶馆内 城市多于古早味为主的风格 店内除了卖茶叶 也让民众品茶之外 最大特色就是墙上悬挂的平溪老照片 让人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严家骏也乐于向游客诉说平溪的故事 另外严家骏也爱收藏古早碗 因为喜欢古早碗所有的岁月的痕迹 但因为数量实在太多 所以干脆摆在店里 如果有人喜欢就随便卖出 这个房子自己的嘛 爱怎么摆怎么摆 其实我这边最主要的特色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平溪的老照片 因为我比较幸运 我住过平溪跟住过青铜 所以说我有平溪跟青铜的一些老照片 甚至有一些以前的老街长什么样子的一些照片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跟他们说我们的故事 那第二个特色是古早碗 我收集蛮多古早碗 因为两个时候比较练旧啦 看到那些碗就觉得有一种岁月的沧桑 然后就从自己家里的碗开始收集 然后收集好之后从左右邻居再收集 然后到亲戚朋友家也去看看 他们有没有就收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多到现在摆不下啦 要卖掉一些啊 所以说客人进来想了解 想参观也可以 想买也可以 然后这个是别的店看不到的 岩家在我们平溪大概算一个非常知名的旺族啦 那其实岩老板我们这边也非常感谢岩老板他愿意舍弃在都会繁华生活 来平溪经营这家非常有味道的一个茶馆 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听到旁边有三根溪缠缠的水声 那也可以感受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们平溪的在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叶 下次来到平溪除了放天灯游览好山好水之外 可以放慢脚步三五好友来这间茶馆聚聚 错影老板岩家俊亲自冲泡的茶 在这里您将会听到茶的故事 平溪的故事还有岩家的故事 介诚威平溪采访报道